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家手工印章 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陪伴你人生美的重要时刻 你看到我桌上有这么多的印章材质 我们光印章材质就超过一百种以上 从檀木、牛角 到各种的玉石、宝石、翡翠、玛瑙、水晶 这些印章要怎么样刻呢? 其实以科工来讲 我们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给 寒木、牛角、瘦山石、象牙这种硬度比较低的 针对这种硬度比较低的材质 又分成三种科工 有全手工钻科、半手工钻科和电脑科三种 它是全手工钻科的样例 这个是师傅手写毛笔字写反字 它是用毛笔字直接写在印面上 你看到的是一个板字的效果 因为盖出来才会是正的 当师傅设计好牌板布局之后 接着是用钻科刀一刀一刀去刻制的 这种的科工的方式 是完全不借助任何机器 所以它最能保留毛笔字的笔翼 和钻科刀的刀翼在上面 是很灵活活泼大气的 那它也是一种艺术品的呈现 另外要直接来做比较的就是电脑科 你看到手上这个是电脑科的 现在一般外面九层的印章店 都是电脑科的印章了 是因为电脑科的印章是最经济快速的 直接电脑排版 然后就连线机拍下去刻 但是这样的印章是比较制式 比较没有生气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手工科和电脑科的差异 你看电脑科它笔画出细都是工整的 比较没有变化 而且电脑科的印章 它是可以复刻一模一样的 这三个都是同一个排版 这个印章这样子刻下来 是比较容易被倒刻 假如说你是做比较正式用的银行硬件 跟人家签约 我们会建议手写的印章 这种印章 这种方式制作的印章 才是没有办法放的 你看一下手工科 这个就算是一直线下来 它也不可能很笔直 然后并且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深深浅浅的招痕 那电脑科的印章 它底部是平等 这个就比较没有特色 那其实介于电脑科和全手工钻科之间 还有一种叫半手工科 半手工一样是师傅毛笔茨手写 但是写好之后呢 它是用手持基台去凿挖出它的深度 那半手工的印章 它会比较省力一点 因为全手工用钻科刀科的 它真的很费时 其实以半手工和全手工来讲 如果你要一个没有办法被复刻的印章 半手工就可以做到没有办法复刻了 但是以收藏的价值来讲 全手工还是最大气最漂亮的 听完我刚才的介绍 如果对于我们的材质和科工想要进一步了解 都可以到我们的门市 我们北中南的实体店面 那也可以从我们的官网 LINE FB IG 微信来做询问 全家手工印章会 用心为您克制每一颗印章 谢谢